婚宴再爆疫情 继嘉义的婚宴传播链之后 今天又新增台中的喜宴 也爆出了三个人染疫 那么确诊个案都是来自于外县市 其中有两个人住在台北 另外一例则是现役的高雄海军官兵 26号放假期间先返回基隆住家 在南下到台中参加喜宴 29号出现症状 后来裁剪确诊 目前卫生职也紧急匡列 军中同袍80多人进行筛解 目前战时都是阴性 饭店业者紧急进行清销 台中零酒店爆出婚宴传播链 参加婚宴当天有三人染疫 疫调发现这三位确诊个案都来自外县市 有两人住在台北 另外一人住基隆 是正在高雄服役的海军官兵 他的足迹横跨北周南 他在3月21号至28号休假 26号先返回基隆 再到台中参加婚宴 28号收假晚间搭乘高铁返回营区 车厢座位也曝光 他搭的是0615车次 第四节车厢座位在10A 晚间11点05分抵达高雄 隔日29号就出现症状 30号确诊 卫生局进击匡列 他军中同袍80多人进行筛解 外界跟优兴 有军官染疫是否会影响后续较招 不会停这位跟较招是没有关系的 那他的同袍好像80几位 现在检验也都是阴性 里面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个传播的来源 这需要去厘清 对台中的其他个案所染疫的可能性相对是低 因为台中也相当有一段时间 就是说没有这个案 既嘉义婚宴传播链后 台中又爆出这起喜宴传播链 波及范围更烧到军营 让疫情更加棘手 借台中台北高雄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